末世之下的人们仅能依靠一种绿色饼干为食 然而背后的原材料却让人细思极恐 时间来到2022年 由于世界的工业化污染愈发严重 导致地球已经超过负荷 这个时代之下的乡村已经不能住人 而且还被政府控制 所有的人都只能挤到城市里 忍受被污染到极致的环境 到处都弥漫着绿色的空气 这个时代之下物资非常稀缺 就连日常生活中的水果蔬菜都很少 更不用说肉类这种资源 那只有有钱人才能享用到 而城市里普通的老百姓 只能靠政府发放的绿色饼干冲击 这种饼干由赛林公司研发 声称原材料是海藻和黄豆 虽然味道并不好吃 但是起码能勉强维持生存 主角赛恩是一名警察 也正是多亏于这份工作 使得他能够分到一间小屋子生活 和他合住的还有一位老头索尔 这个老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但在这个生存都很困难的时候 那些知识也只不过是摆设罢了 他每天能做的就是骑自行车发电 或者帮助赛恩调查案件 房间小之又小 食物少之又少 房间外则是人挤人的楼道 每天都只能怀念过去的生活 而在此后有一天 在一栋高级公寓里面发生了凶杀案 一位位高权重的富豪老人死在了公寓里 而赛恩在此时刚好接过了这起案件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偏偏这时候监控和安保都失效了 而公寓里的高级服务员谢尔和老头的保镖 却刚好都在案发时出门了 赛恩怀疑 这并不是普通的强盗暗杀 因为他看到 公寓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并未被偷 可是在这样物资短缺的时代 普通的强盗不可能只杀人 却不抢劫 调查结束之后 赛恩趁机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装了起来 回到家中和教授一起分享 新鲜的水果和牛肉 他还帮教授带回了纸盒笔 同时还包括一份赛林公司的海洋调查报告 也正是通过这份报告 得知了富豪老头的身份 原来他是赛林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赛恩把目标转向了保镖 还有那名高级服务员女孩 他先是调查了保镖的家 发现他包养了一个黑人美女 不仅如此 还拥有许多珍贵物资 一个保镖有如此扩瘦的财力 这显然说不通 后来他再次会面了高级服务员 得知此前富豪经常去教堂忏悔 于是赛恩便去教堂里找神父了解情况 可这时的神父却死不承认见过富豪 案件的发展越来越令人诧异 可正当赛恩向上级申请 想要继续深入调查时 却遭到了上次的回绝 并让他立马停止调查此案件 富豪是掌管绿色饼干的重要人物 而有人想要隐瞒他的死因 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后来神父在案中被保镖杀死 赛恩也被调走发放绿色饼干 这时想要查清真相的他早已经被人盯上了 一番混战之后 赛恩得以逃脱 后来他找上了保镖 想逼他说出真相 但却还是徒劳一场 在教授和他朋友的帮助下 他们终于触碰到了真相 因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制作绿色饼干的原材料海藻早就已经灭绝 得知了绿色饼干真相的富豪老头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所以他才经常去教堂忏悔 可也正是因为这样 赛林公司当即把他除掉了 虽然并没有明说 但是关于绿色饼干的可怕事实 让所有人脸色凝固 虽然已经了解了这可怕的一切 但是他们此时并没有证据 这时的教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给赛恩留下一封信后 瞒着所有人来到一家安乐死公司 这家公司里全是老人和残障人士 人们可以享受到20分钟的美好时光 然后静静地死去 教授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帮助赛恩 获得这一切的证据 赛恩虽然不同意 但当他赶到现场时 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的赛恩只能继续调查 不要辜负教授的牺牲 果不其然 教授的尸体被运送到了垃圾处理场 这便是此前富豪的尸体到达的地方 赛恩偷偷潜入进去 看见人们的尸体一个个被放到传送带上 经过机器的一系列加工 竟变成了不计其数的绿色饼干 而这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目睹了这一可怕景象的赛恩 不慎被厂里的工人发现 他开始逃窜 一路被追杀到了教堂里面 此时的保镖也追到了这里 和赛恩展开了肉搏 结果两人都身受重伤 赛恩在逃脱后 向上次打电话诉说真相 但是所有人都很平静 即使赛恩所说的就是事实 该吃不还是得吃 所有人不都还是一如既往 疯狂地去争抢绿色饼干 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讽刺 或许这就是世界的无奈 人类的悲哀 绿色饼干只是一个缩影 当世界被破坏到不堪重负时 人类必将为了生存而互相残杀 届时的社会 也会如同字面一死一样 变成人吃人的世界 不够计的物质 也会看到不够的物质